2、5、4、3 已經開始了是嗎? 大家好,今天就是我們唱懷老法師的紀念講座 今天要完結了 因為疫情關係,其實在座沒什麼人 除了我們的工作人員之外 沒有邀請其他同學一起上來研讀師傅這篇四句三教文章 不過我想都不要緊,大家在網上都很清楚 都會看得到的 我們一起就在網上學習 大家在座的同學都一起合掌 三清南無本師釋迦茅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茅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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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本師釋迦迦茅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迦茅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迦迦迦 定印法师、定辞法师 大家也很辛苦他们为了这次 阿师傅的一个纪念讲座 大家也有很多避课 大家也一起共同去 将师傅的著作 将师傅的一个学乎的经验心得 跟大家作一个分享 这一次我用回师傅那篇文章 将在第二冊的《谈四句三假》内容 跟大家作一个导读 基本上我的内容都是依据 师傅的文章内容 全部都跟大家去讲解一次 大家记不记得我上次讲的内容 就讲了四句 我们上次讲的四句里面 就讲《有无四句》 和《四门不生》 都是讲的一个 关于探讨一个 所谓的生和有无问题的 可能大家都很记得 上一次我们也去看 就是说 师傅也说 其实宇宙万有的现象到底是怎样出来的呢 其实都是靠什么呢 都是我们自己一个妄心 我们一个妄心的思想出来的 所以我们会执着什么呢 我们也会执着我们所见到的东西 是实有的 比如上一次说 《四生》 我们会执着一个实的法 执着一个实的法 我们会觉得有实有实生 有实生 然后就有实灭了 或者我们会觉得这个法 也是很真实的存在的 所以师傅上一次说过一个道理就是说 其实原来 所有的一切的法 都不可以是一种有自性 有一种实在的法 为什么呢 因为都是因缘和合的 所以上一次说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 关于一个空的一个道理给大家听 在未说 今次要讲三假这个内容之前 因为有同学很用心 上一次听完课之后 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上网 我希望在这里 借着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所说的 新的问题 他就说上一次上完课 他有一个问题 希望我和定陪法师去慈悲回答 这个他问就是 他直接看回师傅那本书 《四句三假》的内容 有一段说 《四句》里面说的不共生的意思是 不从因缘和合而有 依他自己的理解 诸法应该是因缘生 不共生的意思 是否因非因 是名为因 缘非缘是名为缘呢? 他就说我们不应该否认 因缘所生法 当中应该要有 他的所谓因缘 所产生的作用 但他也说这个因缘是假名 但他自性是空 我们不要执着 一个实质存在的因缘 这就应该是对的了 这里我回答他的问题 他问我 其实他就说 我这样去说 他说我这样去理解 是不是对的呢? 为什么我们也说 我们在佛教里面 常说都是诸法 因缘生 为什么在共生里面 又说他不是不从因缘和合而有呢? 其实你要看回 最重要的是 师傅一开始说 这个不共生的问题 因为上一次 我有跟大家说过 四种不生 记不记得? 自生 他生 不共生 不无因生 这种所谓的生 其实就是一种叫做 执着实有的生法 不共生的定义是什么? 即是有一个 叫做 有一个 字 或者一个他 这两个所谓的 字和他 都是实在的 是实有的 然后靠一个条件 令到他产生一个生 这一样东西 其实就不是一个 所谓的因缘和合而有的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 在我们学佛的一个角度来说 诸法不是一个实法 如果你执着一个实有的字 实有的他 实有的他 然后自他和合 然后因一个因缘条件 而产生一个生 那你一说自有 一说实有 那就不对了 所以你说这个 所谓因缘和合而有 为什么师傅说 不从因缘和合而有 因为你执着一个实有的因 实有的缘 之后和合生出来的有 是什么? 实在的有 我们要知道 诸法从缘起 缘起的东西是什么? 缘起就是无自性的 圣体本身是什么? 圣体本身是空直的 如果你是从不共生 这个执着一个实在的字 和他因缘和合 生出来一个实在的有 那这个就不是 我们佛教所说的 因缘和合 所以你要看 就要知道 师傅整个文是怎么说的 下面同学也有提到一个理解 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因 其实就不是我们所说的 一个妄见 一个执着实有的因 这个缘也不是 我们所执着实有的缘 这个因缘只不过是什么? 他说得很好 都是假名 都是一种假名 假名为因 假名为缘 就没有一个实法在 所以你就算怎么说也好 如果你内心里面 你执着一个实在的实有的 那他一定不是缘起的 因为缘起一定是什么? 原生之后就会缘灭的 所以呢 在我们细续里面来说 其实通通 我们要认识他 通通都是靠一个 明治概念去认识他 所以他说 你的因缘 其实也是假名而已 但他的自性是什么? 自性是空的 所以我们不要执着一个 实有的因缘 那下面他就说得对了 但是要回应 就是师傅所说的 不从因缘和合而有 所谓的不共生 就是说他一个自性有 自性他 自性自 然后和合生出来一个自性有 这就是师傅说的不对 所以这个解释同学的问题 给大家听 也很好 其实同学有去听完之后 其实我也很担心 大家都不明白我说什么 等于我当天第一次听师傅说 其实我也不明白 我不明白之余 我还很佩服他 他还懂得问问题 所以我觉得是很不简单 所以我特别在这个 未开始讲三假的内容 特意回答他 也表示我觉得他一个很精进 自己有心去学习的一个同学 我希望他的解释 希望他能够理解 好了 我们今天就正式谈我们三假的部分 这个所谓的假 我们上次讲这个所谓的 实有实生 或者我们叫做四句 有无 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这些全都是一种实在的法 我们都要破释 都要破释他一种自性的有 我们都觉得是不对的 我们又说四种生 都没有一个叫自性生 那全部都是什么 我们佛教说的生是什么 是缘起因缘所生 如果我们有这个道理 我们基本上就明白 我们佛教里面所说的 一个空性的道理 但是 如果你只是说空的道理 就不足够 所以你听完上一课 你一定要听 如果你只是说 听到空的道理 对你们的生活里面来说 其实是怎么样 帮助不大 因为你知道的道理 但是在法议上 你感觉不到 我都知道空 我都因缘所生 我说即是空 但是你看不到 我们就叫做看不到 听完之后 就叫做用不到 用不到 即是 即是叫做什么 现在现代的俗语 即是叫做 法师你说的都很离地 即是叫做不贴地 当然 这个道理 空的道理 你要去明白 但是我们要 如何才可以 将我们所明白的道理 在日常上 我们能够去作一个观察 那我们就要看 我们就要靠这个 所谓的一个 假的一个道理 那我们今次 就是 师傅说 说完这个空 我们要明白 要理解 假 那我们才知道 真实的用法 还有呢 如果我们只是说空 还有一个另一个问题 记不记得上一次 我提过 说假 说假 它可以说有 也可以说空 说空 也可以说有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只是说空 我们就会执着一个空 接着你就会什么 产生了一种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是假的 什么都是断灭的 但是假 你不要想着它是什么都没有 假里面 在我们的细作里面 这个假字 其实是有它的特别的涵意的 那我们今次说假 就是说 我们去观察 透过观察 这个日常我们所感应到的法 看看它如何是假 看看它如何是不实 那我们再进一步 将这些所谓 学识了这些所谓假的道理 那我们就会将这些所谓 执着实有 这种这样的网见去除 那我们了解什么 世俗是什么 世俗是假明有的 那你接着才可以回应 我们上课 叫做什么 圣意必竟是空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要讲三假的内容 是对大家来说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那我也会跟师傅的内容 跟大家去讲 那我们要去理解 我们人就是 咦? 为什么我们人会迷的呢? 我们也说 五五是什么 五五就是佛 迷呢? 迷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就是众生 为什么我们会迷呢? 我们对万事万物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迷呢? 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迷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习惯就是 迷在什么呢? 迷在执着我们所感觉 所见所知的 都是什么呢? 都是实有的 都是实在的 都是实有的 我自己这个本人 就是实有的 我们所见对的境界 都是实有的 绝对你不能看到 这个都是缘起的 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 它是 看不到它的缘起 道理是这么说 但是看不到 但是我们执着它实有的时候 那我们的烦恼 就会怎样呢? 我们就会起的 有一个我 然后又怎样呢? 就会有一个外面的世界 有一个他 有一个外在的环境 那我们因为有这个 所谓执着实有 我们就会起种种烦恼 喜欢的 我们就怎样呢? 喜欢我们就贪 如果不喜欢 我们就怎样呢? 排斥它 我们就抵制它 是吧? 我们就起亲了 如果你完全全对人生真理 又不明白 那我们就要日日找日过日 那我们这些就怎样呢? 如痴 对真理不明白 那好吧 我们都要执着实有 是吧? 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很真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从什么呢? 今天我们所讲的 这个所谓的三假观 去分析 我们所见到诸法 如何去假 去了解到 咦?我们所感觉到 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这么真? 那佛法里面 怎样说到 为什么会是假呢? 那师傅就说 他说世间里面所有的事物 都是藏恩托元而生 那师傅也说 都是因缘 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和合而灭 所以下面说 有生就怎样呢? 必有灭 因缘和合而生 但缘尽之后 就复灭了 他说一切法 皆是缘起缘灭 生灭的假相 来的 只有什么呢? 只有它的名字 只有一个名字 只有一个形象 但是它没有实体 我们这里说 只有名字 就是我们的名字 只有一个形象 对呀 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名字 比如我 叫定培 会长叫袁华 那为什么会是假呢? 我们是有个名字 这个名字 可以代表我们 作为一个 对境界的形式 我们是有一个形象 我们就是有一个形象 但是为什么 你就是说假呢? 你就是说这个是不实呢? 每个人都有个名字 每个人都有个形象 我叫谁 我就知道 譬如我叫适定培 就知道 有一个叫适定培的人 是吧? 我看到适定培 戴眼镜 肥肥肥的 说话 的声音 沙沙的 我就一记得 这些是适定培 我们有这个名字 有这个形象 就是因为这个名字 这个形象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会更加執着为这个实友 更加執着为真实 我们看不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不到佛经里面所说的 只有名相 只有形象 但是没有实体的 就是因为一个名字 就是因为一个形象 我们就会觉得它是真实 我们不会觉得是空的 并且不会可以做到师傅这样的 既然是空性 便必要执着 如何空? 明明就有一个陪师 明明就有一个形象 但是 党政 放心 有救 佛法宗里面有提到 你只要观察三种假 观察三样东西 你看到它的假性 你将它分析了这个假性 你就可以了解到真实的空性 只要了解到假有的真理 那这三种假观是什么呢? 就是 恩承假 对待假 和相逐假 大家看到这个荧幕 里面就是说这三种假 这三种假 就是我们天台智者大师 摩子观里面提出的 其实说假 很多经典里面都有说 这三种假 恩承、相逐、相待 就是摩子观特别 智者大师提出的 什么叫恩承假 什么叫相逐假 相待假 他就是说 如果一个法 它是要靠因缘而有的 要靠种种因缘而有的 它没有一个实在性的 那这一种就叫假了 恩承假 这里知夫就说 他说 一切是物皆为因缘和合所生 一切万物皆因缘和合所生 所以 因缘和合聚的时候 他就聚在一起了 因缘和合聚的时候 他还有没有办法存在 他就没有办法独立存在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 我们称之为假常 第二种叫相逐假 相逐假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靠着前后相逐 靠着前后相逐 而存在的一件事物 我们称之为相逐假 这里师傅说 指世间万法 都是相逐而成的假常 我们要想一下 咦 有什么 是需要前面的法 成就后面的法 一直不断地相逐 而觉得 他执着这个法 是一个法实有的存在呢 这个 在我们佛教定义来说 这种所谓前法生后法 这种叫做相逐假 这个概念我们先记住 另外一种假 叫做相逐假 相逐假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代字 有一个对字 对 对 对字就是比较的意思 他需要找另一种 去作为比较 这一件法 这个法 才能够得到认识 我们才会觉得它存在的 这件事是什么呢 我们要去想一想 他说世界 所有一切的法 都是相对的境界 不知道你们想到 什么是相对的境界 有没有什么 你觉得世界 会相对的境界 很坏 对了 很坏 那性别呢 性别有分什么 男女 对了 对了 还有什么 光 还有什么 这些事情 全部都是相对的 但是相对来说 为什么会是假的 这一会儿我们就会说 所以 如果这一种法 它是需要什么 相对的境界 我们才能够建立它出来 这个我们都称为假 这三种假的定义 我们的概念 我们先认识它 我们再看看 跟着我们所研究 我们所看的对象 分析的对象 你们就会更加明白 有人就说 说假 他说 我们世俗 刚才我也说了一句话 世俗是什么 假名有 这个世俗是假名有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我曾经记得 有一个笑话 很有趣的 就是说 大家有没有听过 B课 B课 A课 A课是真的 是假的 A课是真的 是假的 那么B课呢 没有B课这个词 OK 就当是A课 那些人就说 进去一间店 他全部的东西都是假的 然后老板说 不是 这个是真的 那些人说 不是啊 这些是假的 老板就很惩罚 他说 这些真是假的 所以说 这些里面的东西真是假的 其实就是说什么呢 原来我们这个世俗里面来说 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 是有形有相 但是呢 他是不是真的 他是假的 那我们先有这个概念 好了 在这个智姐大师 在这个摩子观里面 有提到 就是有三个对象 给我们去观察 那这三个对象 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叫做 医部 一个叫做正部 一个就是一廉心 我们试一下去留意这三个对象 什么叫做 医部 正部和一廉心 大家如果有读过佛学 我们要知道 医部是什么意思 我们所住的周早的环境 我们医住 比如我们现在住在地球 是吧 我们住在地球里面 我们不是住在月球 我们不是住在火星 这个医部 就是我们所住的这个环境 我们所依靠的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医部 那我们又会怎么样 我们又会有我们的正部 正部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身体 可以这样说 我们的色身 我们的色身里面 因为五隐和合 五隐和合里面 包括什么 包括物质 还有思想 这个又会有我们的正部 还有加密就是 我们一念的心 刚才我们所说的 因成假 这个相续假 和相待假 我们会在这三个对象 在我们的身体 在我们周边的环境 我们自己五隐的身心 加上我们的一念心 里面 都有 都有什么 都有三种的假 在这里 那我们今天就去看看 我们所谓 这个周遭的环境 为什么会是假 我们的身体 如何是假 为什么会有三种假 为什么因缘和合 会是假 怎样叫做什么 怎样叫做 前后相续是假 又怎样 我们一念心 怎样是假 那我们就在这三个对象 去说 那这三个对象 其实就是什么 是我们 现身 我们所感觉到的 一个 我们周遭 所有我们的万事万物 就是这三种 我们自己的五隐身心 外在的环境 我们的一念心 其实就是包罗万有的了 所以一说 其实你不用说其他 说这三样东西 我们自己是怎样 很大感受 很清晰的 那我们现在第一个说 就是我们的 医部 那医部里面来说 大家有没有看到 现在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里面 就是我们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是上网络去抓 去抓的 这个图片 那这个图片里面 我们看到 咦 这个就是我们所感应到的世界 虽然我们未去过这里 但是至少 有没有人去过这个地方 知不知道在哪里 都不知道 不过总之就很漂亮 那我们看到 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这个世界里面 你会看到有些什么 这个世界里面 你会看到什么 看到海 看到有什么 一座座的什么 山 山 我们叫做山河大地 还有些树木 原来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所形成这个世界的环境 形成这个世界的环境 我们称为什么 山河大地 里面有 礦物 有植物 有动物 这三种的物象 我们又要去想想 因为这些所有的环境 当然我们在这里 可能我们没有这个图片里面 那么美好 但是我们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环境 去形成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去 师傅就问了 这三种所谓的山河大地 它不离礦物 植物 动物 这三种物象 那这三种物象 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哪里来的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哪里来的呢 大家看看这幅图 原来 我们所说的 所谓的礦物 植物 动物 原来 我们看到很实在的事情 其实它是要在我们佛经里面来说 它本身是靠什么 组合而成的 地水火风 是什么 四大 地水火风 而成的 原来 我们 比如说 这个万事万物里面来说 它也不离开 我们所谓的 四大地水火风 地大就是 坚性 坚硬的 水大就是 湿性 风大就是有动性 火大就是有暖性 我们身体也是四大造成的 大家知道吗 如果你读过佛经 你应该都明白 山河大地 都不离开地水火风 好了 咦 我们就去想想 山河大地 我们去看 原来它需要 四大地水火风去造成 我们再推一步 地水火风有什么造成的呢 原来就是叫做四微 比四大更加微小的 比四大更加微小的一种 都是物质 我们叫做四微 就是叫做色香味和粥 我们山河大地 礦物植物动物由四大造成 四大由四微去造成 这种种种的元素 去造成 这些全部都是物质 我们再前推一下 四微又是什么造成的呢 四微的因 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再看 原来如果你们有研究科学 这些所谓的更加小的 里面有什么分子 原子 中子 核子 质子 电子 粒子 还有一个叫做夸克 这些呢 你要透过什么呢 透过一些很 很精密的仪器呢 你才可以去怎么样 去测量到它 你都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它 你才可以测量到它 有这些所谓的元素 一些能量 去感知到有这些东西 但是呢 去到这个夸克 其实里面来说 你已经看不到 也都量不到 那我们又去看 咦 本来一个很粗的世界 地水火锋 山河大地 我们看到的 再分析 原来山河大地 由四大地水火锋再造 地水火锋又由更小的四味 色香味粥再造 色香味粥又由这些所谓的能量 分子 原子 中子等等 去做的 好了 那这些所谓分子 原子 中子 核子 质子 电子 粒子 花刻 有什么来做的呢 再分析下去是什么呢 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去空 能量再分析下去 已经是分析不了 再分析下去 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空 所以你看看每一件我们所看到的事物 里面所成就的因 你不断不断地去分析的话 分析到最后原来是什么 原来就是虚空 去到虚空 你还有没有办法去分析 你还有没有办法去再切割 咦 我们再去看 开始我们会感觉到 这个世界原来有这么多组合 一直分析 分析到由物质 分析到能量 分析到无形无相 分析到最后变成虚空 这个世界 是不是真的好像我们想 这么实在呢 是不是真的好像我们想 这么实在呢 我们再看看 师傅又怎样说 他说 既然这些这么多的物质 形成了四大 其实当初这些矿物 又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由一些很微量的元素 一路一路组合而成 他说根本 其实所谓说 这些所谓的元素 都是一个前面的因 去造成 但刚才我们去到什么 一路分析 分析到最后 都是虚空 分析都没有办法分析了 所以师傅就说 这些所谓 我们所见到的 因为矿物 植物和动物 根本就是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我又会去想 不是啊 怎会觉得没有啊 我也觉得有啊 我虽然看不到 起码我都觉得 还是有一些物质 还是有一些元素啊 是不是 那师傅呢 跟着就再去答 他说 科学家分析到最后 这些很小的单位 分子啊等等 最后分析到是虚空 那就是什么都没有 我们分析不到 那我们看看 他说我们可以靠这个物质 一路去分析 我们都会认为有的 一路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后 去到虚空 你再分析不到的时候 那我又问一下你 这个所谓的虚空 本来是没有的东西 他有没有办法生出山河大地啊 大家想到这个思维吗 明不明白这个思维 物质可以不断地分析 可以将所有东西 一路切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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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地水去到很大 虽然山河大地那么大 最后一路切割 去到地水火峰那么小 地水火峰又可以切到 去色蝗微粥那么小 去到最后分析到原子粒子 最后原来是一个虚空 什么都没有 那么虚空又有没有办法 可以伸出山河大地呢 所以他的因是否成立 他的因其实是不成立的 所以师傅就说 这个物质 都还可以去分析 去到虚空 你怎样能够合成一个所谓的色相呢 那其实原来都是假 所以都是没有的 那这个师傅就说了 去索其根源 去看这个根源 所谓这些所谓的四大四微等等的元素 本来都是清静的 本来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心的本然清静 在我们心里面 去产生出来 所谓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 宇宙万有 又不过秦业 发言而言 那师傅这里就告诉你 其实万物不是虚空而出来的 不是从无中生有 这些全部 所谓的物质 这些所谓的 全部都是跟谁有关系的 我们所感知的山河大地 跟谁有关系 没错 原来就是跟你自己有关系的 是你自己的心识 是你自己的业力 变现出来的 大家明白吗 因为我们刚才也看 物质可以分析 分析到空 空的时候 你又怎样变成物质 原来这些都是因为 我们自己个人的业力 而伸出种种的 这种所谓的山河大地 又因为我们自己的业力 我们所看的 好丑美怀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什么 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心 而良出来的 所以 这个心 不真实 所以这些所谓 我们看到这些 所有这些 我们所谓 看到很实在的东西 咦? 开始动摇 不是很真 可能真的 佛经所说 真的在我们的业力 出发 咦? 你还没觉得 你还是说 书是这样说 但是我还是不信 叫做什么 我们 台湾又叫做铁齿 我们还是不信 我还是觉得有 但是不要紧 我们就一步一步下来 现在我们开始有少少的概念 去明白 但是我们要知道 智者大师 他用这种方法 他分析的原理是什么? 从一个很粗分的分析 去到什么? 去到很小 再由小分析到什么? 分析到你无法分析 这个原理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分析 我们就知道 其实有没有一个实体在 有没有一个实体在 没有 种种的因 最后原来 所谓的因都不成立 虚空 怎样可以变出来 变成一个色法? 空就是空 色就是色 所以在我们自己 一个现身感知的角度里面来看 原来 所谓物质 我们可以分析到空 空 没有办法伸出色法 所以 其实一切都是什么? 在我们心识里面所变形 这就是师父所说 为什么会没有? 什么叫做没有? 原来佛经里面说的原理是这样的 我们去理解到 这个山河大地 原来 都是靠种种的因缘 而变成而有的 这种叫做恩成 恩成的假 我刚才也说了 这种恩成假里面 还有第二种假叫做双族假 什么叫做双族假? 就是说 这种法的存在 它需要前面的法 令到后面的发生 他们有一个 叫做这样的 一个前后的因果关系 我们叫做双族 但是我们又为什么会双族 为什么会双族? 我们要知道 我们刚才分析 那个山河大地 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又重一个什么? 如果说因果 前念后念 因果相续 我们又会想到 一样是什么? 时间 我们又会想到时间 对不对? 在时间里面来说 如果我们说 我们现在所住的 这个世界 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们这个世界 是不是永恒不变? 这个世界 也是无常的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会经历什么? 四个阶段 生老病死 对不对? 我们先说 这些就叫做无常 说无常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我再详细说 我们所谓所住的 这个所谓的医部 它也是无常 这个医部说的 无常是什么? 大家看到吗? 承住坏空 承住坏空 原来我们所见到的 山河大地 这个所谓的世界 原来它是什么? 要经历四个阶段 连绵相续的 一路 由城的阶段 到住的阶段 到坏的阶段 乃至到空的阶段 这个就是整个世界的 一个过程 由一个开始 这个所谓的承 承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世界 刚刚开始形成 凝聚的时候 这个叫做形成 加上就是我们 现在所感应到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 是不是很稳定? 是不是很稳妥? 你们现在叫做不稳妥的了 这个时间我们叫做 安住的世界 这个是安住的阶段 这个叫做 所以这个世界 我们人还可以生存在这儿 最后就是第三个阶段 就是要经过一个 破坏的过程 破坏的过程 最后到什么? 彻底整个 所谓的山河大地 整个世界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四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 里面来说 我们佛教称为什么? 就是成劫、住劫、坏劫和空劫 这个劫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劫 其实就是我们在佛教里面来说 对于印度 在印度里面来说 对于这个时间上面 一个概念 一个观念的描述 印度里面 将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 以这个所谓的劫 为一个基础 去说明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说这部世界 乘住坏空 我们就会说 叫做什么? 乘住坏空的劫 那我们说成佛 又说有多少劫? 成佛 我们有没有经常听过 成佛有没有一个劫? 大家有没有听过? 大家有听过 这个不是说 佛陀要经历被人打劫了三次 很大件事的打劫 然后就成佛 而不是说 要经历很长很长 无尽那么长的时间 我这样去形容 所以这个劫字 代表一个 时间很长的观念 一个观念 我们所谓的世界 要经历四个阶段 就是成劫 住劫 坏劫 空劫 每一个劫里面来说 都有一个小劫 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说 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属于一个 住的阶段 对不对? 这个所谓住的阶段 我也提了一点点 就是说 我们这个世界 是在这个城住 和在将坏的时候 我们这个世界 才会有人在 但是如果 到了他刚刚凝聚开始 和到他最破坏到 就来没有 这个世界就没有人 但是 在这四个劫里面 我们现在属于住劫 对不对? 如果我们这样说 成住坏空 都有一小劫 成住坏空 这个世界就没有了 对不对? 那就是说 我们要经历 多少个小劫 这个世界就会完 哪个数学呢? 成一个劫 住一个劫 坏一个劫 空一个劫 那有多少劫? 是的 要经历四个小劫 那经历四个小劫 我们就 这个世界 这个所谓 梳河世界 这个山河大地就完 那怎么计算呢? 佛经里面说的 他说人 我们现在人 大概应该有80岁 现在人的命 都很长命 平均年龄都很长命 哦 这么准确的数字都有 不过 我现在看到所谓的长命 其实我觉得 有一些 有一些叫做 吊命 就是吊着吊命 不知道 可能 我可能在医院病房里面 看到那些人 他真的不能走 他真的 但是我们看到 他们那种生活的 健康的情况 那种质素 其实很多时候 是靠着一些 药物 靠着一些 很多的 很多的 療程 去令到他 维持生命 那我好 当平均 都有80岁 但是呢 原来佛经里面说 人寿可以去到多少岁? 八万四千岁 那我们现在到了八万四千岁 没有呢? 有没有试过八万四千岁?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原来佛经里面说 当人寿有八万四千岁 开始就算了 那将八万四千岁 每一百岁 每一百岁 就去减一岁 减一岁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叫做 再由十岁 开始又再计 再这个十岁 开始计算 每一百岁 又再增加一岁 增加到什么呢? 就增加到八万四千岁 这样一加 一加 一加之后呢 就成为一小劫 就成为一小劫 这个劫 如果第一个阶段来说 就叫做什么? 承劫了 这个承劫之后呢 再这样一加一减 接着又到住劫 接着又到坏劫 凶劫 原来承住坏凶 加上四个小劫 大概我们就会记得了 所以我们来这个 梭婆世界面望 还要久不久? 会不会还有很长的时间? 起码我们 不过有时我在想 我们曾经是否试过 有八万四千岁 现在在减税呢? 可能我们也要去想一下这个问题 不过 这也不能我们想的 我经常都觉得 做好现在 做好现在就可以了 不管他八万四千岁也好 不管我们是八十岁 一百岁 或者我们是几岁也好 总之就是 好好地生活 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说回这个 所谓一小劫 经历那四个小劫 我们整个山河大地就坏了 又经过二十 我们在佛教里面来说 除了小劫之外 还有什么? 中劫和大劫 如果二十个小劫 二十个小劫 就会成为一个中劫 四个中劫 就会成为一个大劫 所以一个大劫里面 如果看师傅那本书 他说 总共有十三亿四千三百十四万年 原来一个大劫里面 真是非常非常长 算数就是这样 但是 奇怪 为什么会觉得是假? 成住坏空 我们也觉得很正常 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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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会到成劫 由成劫 去到住劫 他是不是经过前面 第一阶段的灭 接着又如何? 去产生第二个阶段 叫做第二个阶段 到令人家跟他住劫 住劫完了 到什么 realmente? 正 su doing 乏劫 Iowa这一亿后便是空劫 原来就是选择前面的或者徐准 然他连到很有或者师傅 乏劫的啊 之前的佛教称为什么? 称之为假 原来这种所谓的双族假 它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们也在想一下 我们所谓现在叫做住劫 我们住得很安乐 不过现在我想大家都不算很安乐 现在外面那个 虽然看到那个天 蓝天白云 但你也想不到 现在我们全世界的疫情 但是起码也不是 一个什么 连住的地方我们也没有 连吃的我们也没得吃 我们起码虽然说 没有以前那么好的环境 没有以前那么平安的环境 但起码我们暂时还能够 安住在这个世界 但是这个所谓 住的劫其实就是由什么 由经历了前面的承劫 经历了地球的凝聚 一个星球的凝聚 才会到我们这一刻 最后到慢慢开始破坏到最后 完全破坏到没有静了 原来也是要靠前面一个 经历了前面的阶段 到后面的阶段 这种在佛教称之为 是相续的 相续我们就会觉得 这件事一直看下去 如果我们不看前 又不看后 我们就会觉得什么 我们会觉得现在是有的 我们就会感觉很实有 我们没有想过 原来我们现在所谓 这个安住的阶段 是经历过前面的一个阶段 而成为这个阶段 前面的法灭了 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法才生 这个法一灭 到下一个法就生了 这一件事 在我们佛教里面来说 其实我们现在觉得 他执着他认为有 就是我们要执着什么 执着他 我们现在这一刻有 但是如果你反而去思考一下 原来所有阶段 都是前后相续 不断地相续而存在 所以这种情况之外 虽然现在是有的 但是其实他是不是实有 他是不是实在 是不是永恒不变 其实不是 所以在师傅里面来说 所谓的有 他说 宇宙万有 可以分析到是空 但是在现实 在事实上里面来说 这个宇宙人生 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都觉得很实在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原来我们经历了很多阶段 才到今时今日 才有这个伊布的世界 因为这种 所谓的现在有 不是说 什么都没有 但这种有 我们称之为什么 假的 要靠前面的法 令到这一刻的法 生起 我们称之为假有 人生 其实过了几十年 就这样过去 宇宙也是 几十万亿年之后 就没有了 那我们究竟说 他是有 是不是真的有 究竟他是空 还是有 如果说他是空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的有 但是如果你说 他是真的有的 其实如果在佛法里面来说 这种所谓的有 如何 是暂时的 是假生的 假的有 那我们又可以去理解一下 从这个世界里面来说 为什么我们来说 他是双族而有 的 双族而有 就是假了 这个就是 智者大师里面所说的 这种假 双族假的一个理由 那好吧 在这个世界里面 除了说 种种的组合 除了说 由前面的法 令到后面的法 建立起来的假之外 还有什么 一种假呢 叫做相代假 相代假 这个相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说山河大地 对虚空之无 而说有 那是什么呢 我们说山河大地是有的 另外我们所相对的 就是说没有 那我们就说虚空的没有 那师傅就提了 他说 这个所谓的有 他要靠什么来说 他是有 他要靠一个什么 对立的面 说他是有 我们说有 有的相反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空 如果他不空 那就是什么 就是有 原来 那我们又要看了 他说 师傅说 如果 没有一个所谓的有 你又怎么去说 有一个叫做空 大家明白吗 这个所谓的有 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 这个所谓的有 这种观念 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 我们去看看 这个有 原来就是靠 所谓的空 的一种观念 相对 而成立的 所以我们就说 这些叫做什么 这些是假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记得 这个画面 我很记得 师傅 当时我在华手台 师傅在一个动作 拿着一张纸 他说 你张纸大 我现在这个叫做什么 智院的钟 他又拿着 一个闹钟 刚才掉了 拿着一个闹钟 那一张纸大 我明明是看到 一张纸大 那个闹钟 你们明白吗 但其实 如果我这样比 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明白 我这张纸是叫做小 那钟叫做大 所以我又听到 师傅这样 这样对比不了 我真的觉得 那钟大 我真的觉得 那张纸大 那这个 这是我当日 记得师傅讲法 的一个印象 好了 我们现在看 一张纸 和一个钟 去比较 那智院的钟 当然是大 那我们就称为大 好了 那我们再看看 这个所谓的大 这个钟的大 对比这一张纸 哪个大 现在 哪个大 哪个大 那张纸大 那张纸大 智院大 是不是 好了 刚才我们所谓 这个所谓的钟的大 马上就怎么样 成不成立 就不成立 原来 原来 他的思路就是这样 我们所谓的 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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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是什么 是要指两件事物 我们指两件事物 去做一个比较而认识 所谓的 刚才我们说 这个钟是很大的 但一来我们在其他东西 去比较的时候 这个所谓大的概念 如何呢 它就消失了 因为它又不够这个智院大 好了 那我们刚才觉得 不是啊 这个钟阔是很大的 这个所谓的概念 我们当时执着是什么 很实在 很实有 但你一到一样东西 比较更大的时候 它这个概念 马上就消失了 那我们又称之为假 明白吗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法 都是相对待的 譬如刚才我们说 有夜晚黑 那是怎样 才有什么 才有日头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日头 何来夜晚黑 有暗 然后你才有相对的光 所以你说 日头 夜晚黑 夜晚黑 是对日头说的 日头是对夜晚黑说的 如果没有日头 何来夜晚黑 没有夜晚黑 何来日头 原来我们所认识的 这个所谓的世界 全部都是这种相对概念 里面除了说 黑暗 光明 内 即是我们内面 外面 所谓的 静 邪 善恶 通通都是什么 相对的境界 这种所谓的相对 我们称之为假 和假相 我最近有一个经验就是这样 因为你也知道我一直要去备科 我一直去整理这些资料 之前我也没有看过这种内容 我一直去看 我一直看 商代价 我们其实也很容易明白 有一次我家里有些 类似茶餐厅的咖啡杯 现在茶餐厅我不知道是否 都是一种叫什么 瓦 叫瓷器 瓷器的杯 厚身一点 原来喝奶茶咖啡就比较滑 如果你用的纸杯 即是你用的纸杯 不要那么滑 我拿去看 我看看这个杯 叫做咖啡杯 然后我看看这种物质 为什么和我刚刚去完厕所 厕所的物质好像一样 厕所里面的物质 它又是这种物质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又叫个厕所 也叫个厕所 来装一些我们的 髒滑的东西 为什么我又拿着厕所 来装一杯咖啡呢 所以你读到黑 佛法 你就开始怎么样 你就会产生一种 这样的观念 其实这些东西 不是很假的 全部都是我们的观念 这些观念是从哪里来的 当然 如果说到现身来说 这些就是我们在社会里面 透过爸爸妈妈教导 透过我们一些所谓 道德观念的概念 告诉我们 这件事是如何如何 但是如果你把这些相对的 其实你真的不知道 如何去形容它 我们才会看到 原来一切我们所谓认识的东西 都是靠着这个所谓相对而有的 你就会看到 哇 这些东西原来 都不是很真实 哪次我看一下 咦 看到一个 在我做早晚课的时候 看到我要打大木鱼 然后旁边有个小木鱼 我就看哪个是小 哪个是大 好像怎么样 开始会有一些 真的去看到 一个比较 所以你不要去看小法义 你如果不去听 你不去看 或者你不去观察的话 你还是执着所谓的大小 所谓执着的幽毛 所谓执着的好丑 所谓执着的光明 这些全部原来都是很不实在的 这里有一段文 我读一读给大家听 它说 无大可大 无小可小 无大可大 由小故大 什么意思呢 它说这个世间 无所谓的大 也无所谓的小 也无所谓的小 无大 也无小 大 我们所谓的 大是什么 由小故大 所谓的大 我们因为 相对一个小的 我们叫小 我们说广东人 叫什么 小 不是说小 是说小 是什么 是什么 因为小 所以它叫做大 它说 无小可小 不是无小可小 因为有大 因为由大故 因为一个大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法是小 都是由小故大 大不至大 这个大本身它自己不会说我叫做大的 它一定是因为有小这一点 它相对它 成为了它叫大 小也相反也是一样的 没有一个法称自己是小的 它说是什么 我们的概念 因为有一件物体 比它而大 我们称之为小 不自大故非大 不自小故非小 非大非小 假说大小 全部都是什么 假于明言 去说它是大小 那是不是真正有一个真的大和小 原来你去比较就有 当你拿开了这个所谓的大小 或者你和其他万法去比较的时候 这个大小就不存在 就不成立 这个称之为假 所以我们去明白 原来所谓我们所谓的一种观念 所谓大小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一个思想概念而成的 师傅在忍着中观论里说 他说若是无有有 云何当有无 有无既已无 知有无者谁 师傅在白话里解释得很清楚 他说 什么叫有什么叫无 他说因为有 我们才叫做什么 我们才叫无 才说空 空和有 是什么 是对立的 有一样东西 我们就觉得它不是空 没有一样东西 我们就说空 他说假如 师傅说没有一个有 你又说什么叫无 没有一个所谓的有 这个观念 你何来说一个无 没有一个无 你又怎样会说有 有和无其实都是什么 相对地是什么 都是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 根本就没有这个所谓的有无 他说没有有有 有无有空 知道的 知道有无的 又是谁 所以你看看 原来这个世界上 所谓有无相对 全部都是相对 大小都是相对 当我们去理解到 这种相待的假 我们就会看 原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们就开始明白到 原来佛教里面所说的假 不是好像我们所说的 这个明明是东瓜 你又叫西瓜 这个明明是中的 你又叫张智 不是这样的 这种叫什么呢 叫神经错乱 但是我们称为假 意思就是 它本身是靠种种的恩怨 靠相对 靠前面的法 令到后面的发生 我们称之为假 我们要去明白 我们在这个范畴里面 说我们这个依暴的世界 就是我们所见的山河大地 我们就这样分析 原来 我们的人生 我们所谓的五稳身心 都可以去分析 都有三种假的 你说 我看到外在的世界 今天培斯说完之后 我去观察一下这个世界 是不是这样 听完你们听得懂 那我们又可以 除了观察外在的世界之外 我们又可以观察 到底我们怎么来的 佛经上怎么说的 原来 师父就说 他说 很多人都去找这个最初因 这个最初因是怎么来的 他说原来在佛经里面 当然 所谓一个实有的最初因 我们不说的 但是我们人生怎么来的 原来佛教说 是一念的不觉 一念的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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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生起无名 一念的无名 又会生起山河大地 刚才我也说了 山河大地 是靠什么 靠我们自己的心识 去辨现出来 那我们的人生 原来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最初的一念不觉 这个所谓的一念不觉 人 人生从何来 一念不觉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一念的不觉 有人说一念的无名 我们去看一念的不觉 一念的无名 为什么会产生我们的人生 又怎样去令到我们的人生 会一直由我们一开始诞生 到我们开始面对这个境界 不断地造业 结成一个苦果 乃至到我们的人生 不断地重复 那师傅呢 就去说 他说这些所谓的一念不觉 都是我们人生一念的不觉 开始的 乃至到因为一念不觉 所以我们会产生一念的无名 产生了无名之后 我们就开始生起一切的厌法 所谓山河大地 好丑美 所有的好与丑 所有相对的概念 都是从这个所谓的无名 一念的妄心起而开始 那在佛教里面又怎样说呢 原来在佛教里面 我们心里面一念的不觉 一念的不觉之后 产生了无名 无名之后 就会产生种种的业相 产生了种种的业相 在我们佛经里面 就会说的叫做 三世上再生起六粗上 我们叫做三世六粗 成就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个 一个怎么样 我们成为人生的一个过程 世界有它形成的过程 我们人生也有我们形成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叫做三世六粗 那三世六粗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在《大乘起信论》里面 去讲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版里面 有六个项目 有三世相和六粗相 大家看到吗 我说原来 这个三世相六粗相 它最开始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无名而来的 那我们怎样去看这些众生 它怎样由本来一年的无名 然后产生种种的网页 在一个起业的相 原来它有个次第在 一开始的时候 在《大乘起信论》里面 就有讲三世相 又三世相 就演化到六粗相 那三世相是什么呢 三世相 大家看到 这个其实是一些比较 我们平时很少见的 比如说 无名业相 能见相 境界相 那我们就可以去想一下 原来当我们一念无名 一念的不觉 我们就会怎样 心就会产生动 我们看看第一个页上 它说无名不觉 然后又怎样 故心动 所以这个无名不觉 其实不是代表 我为什么都不知道 就叫做什么 如痴如罪 不是这样的意思 无名不觉 叫做什么 不如实知 不如实知 即是我们不能够 如实知道 这个法 的真实面 我们称之为 什么呢 叫做无名 当我们不能够 清楚知道 这个法的真实面 我们称之为 不觉 称之为无名 因此我们就会心动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心里面一动的时候 妄动一生起 就会生起了无名 然后 心里面一动之后 就会怎样 就会产生 叶了 叶这个字 是怎样 叶就是 开始我们 产生一个造作 产生一个行为出来 去到这个无名叶相之后 这个一开始之后 我们心里面一动的时候 就会开始怎样 就会开始 我们心里面 开始看到东西 就会开始见到 开始有一个 见的一种 一种的功能 我们称之为 能见相 因为我们心里面 有动作 譬如我们 我们一开始不知道 但是 一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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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始见到东西 我们一开始见到东西 我们一开始见到东西 我们会见到能见 我们就可以开始见到 一个所谓的功能 再之后 再看 接着 能见相 又去到一个 境界相 因为我们心 能见 所以 开始就怎样 开始有所见的相 我们心 如果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的心 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的话 我们不能见 我们也没有所见 但是我们一开始 有能见的功能 那就怎样 开始 所有的境界 就会开始燃起了 由第一个无名业相 开始我们一念的无名 心一动 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看到东西 然后 就可以看到外面的相 我们称之为三世相 由这三世相 再次第下去 再次第下去 就会引伸到六粗相 六粗相 分别有 智相 相续相 执取相 继名智相 起业 业系府相 这个三世相 和六粗相 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呢 三世相 三世相 其实就等于我们一个人 大家应该有经验 刚刚起床 那一下 本来我们睡着了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除非你们在做梦 在做梦 你们就觉得 我知道 有一个 有一个境界 如果你是没有梦 刚刚起床 那一下 大家有没有想到 大家有没有想到 当下的情况 蒙蒙隆隆 打开眼睛 然后怎么样 你就开始看到东西 看到东西 然后你会看到什么 你可能会看到 天花板 你就开始看到 天花板 这就是所谓的三世相 由开始 什么都没有看到 再开始 蒙蒙隆隆 然后我们开始有 能见 所见的境界 但是这个三世相 为什么有一个叫三世 一个叫六粗 因为这个三世相 在看到境界的时候 他还没有很清晰地看到境界 心里面 还没有对境界有分别 就是你刚刚起床 我现在在哪里 大家会不会有 有试过 有一种感觉 刚刚起床 我现在在哪里 有没有 有没有试过一个感觉 我最强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出家那一下 我记得我出家的时候 把我的家当全部送给人之后 什么银行卡 信用卡 全部剪掉之后 就拿着背囊 走上去天台精舍 要过这个师傅的试用期 我好像记得是半年 大半年 半年 我每天起床 我就说 起床 睁眼睛 这里是哪里 你想想到那种感觉 我现在在哪里 前面我真的想想 到底是否在做梦 我会看到 咦 这不是我家 这里是哪里 这就是我们三世上 所说的分别 你还没有分别到 这里是哪里 但你去到六操上 我们说 我们众生所存的业力 由开始到你最后 去做苦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阶段 到你朦朦朧朧 去到六操上 你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聪明 哦 原来我开始知道 我现在在哪里 我分别到这里 不是我家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师傅的寺院 这里是天台精舍 那你又开始怎么样 懂得怎么样 去分辨到 开始分辨到这个境界 那你真的已经做什么 醒了 已经很醒了 到了很醒的时候 接着就会有另一个 第二个相 第一个相 就是懂得分辨 去分辨这个境界 到第二个相 叫双俗相 双俗相 这双俗相 是比较有趣的 来到天台精舍 我醒了 我知道天台精舍 不是我家 我这里就是 双俗相 我会产生一种 喜欢的感觉 什么 喜欢的感觉 哦 这是天台精舍 我准备要出家 这是一个很喜欢的地方 我就开始喜欢了 但是原来 我就是喜欢天台精舍 但是原来 在这个所谓的 相续相 里面 这个相的功能 就会产生什么 产生 喜欢的感觉 和不喜欢的感觉 这个相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对这个所谓的境界 产生爱 或者不爱 合意 或者不合意 那我们合意的 我们是怎么样 合意我们的心 就会起贪 不合意的时候 怎样 就厌惑 不喜欢 这种 他会无间断 相续地不断地出现 等于你爱一个人 你会不断地追熟他 我爱这个人 但你应该很恨这个人 很不喜欢这个人 你就会不断地 相续地很恨这个人 去到这个所谓的相续相 就是说 你开始懂得分辨境界 你亦都开始分辨 你喜欢他 还是不喜欢他 好了 到你喜欢不喜欢之后 去到下一个相是什么 执取相 这个执取相是什么 你对对这种所谓的境界 喜欢的境界 你就会产生 产生什么 染着 产生爱慕 我很喜欢 比如我去到天台精神 我就觉得很开心 我就会怎么样 感觉到这里很好 那我就会 哎 怎样 死到不要走 怎样辛苦都好 我一定要撑到出家那天为止 我一定 那其实不撑 因为天台精神很开心 不过你那种感觉 你就会觉得 我很想在这里 我一直都会 那这个就是怎么样 你就会开始执取 我没有了这里不行的 这里是一个 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环境 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我们这个所谓很喜欢 你就怎么样 一直想执取在这个地方里面 这个就是在相续上 对于喜和贪 对于可意境和不可意境 然后产生一种执着 到了这个执着之后 如果在我们人生里面来说 我们就会怎么样 将它继续是什么 继续是一个实有 执着这个是什么 将它说 这里是天台精神 这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那如果你在静会 这里是静会 这里是静会 这里是一个花了很多心 去建立的一个 很优秘的环境 我们就会怎么样 将它加了一个名字 叫做什么 静会 我又加了一个名字 叫做天台精神 那如果是人 你就说这个孩子 叫做什么 执着 从这个所谓的名字上 就开始怎么样 你加了一个名字 你就会执着 它更加为是什么 实在 实有 你执着这个实有 你执着这个天台精神 执着一个我 执着静会之后 你接着就会怎么样 我们就会想尽办法 我怎么可以留在那里呢 我要想尽办法 静会我怎么可以经营得好好 继续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我又会想尽办法 我怎么可以令到我自己的人生 觉得更加圆满呢 你就会想很多的办法 去怎么样 去成就这件事 那我们想要做 那我们要成就这件事 就要怎么样 就要做很多事情 那我们这个叫做什么 那我们这个叫做什么 起业 因为我们开始 执着这个地方 执着我们自己所爱的 执着我们所爱的人事物 接着我们就会怎么样 就会产生一个 我们所行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动 那这个之后 执着了这个行为 执着了这个实有的行为 执着了这个动作 之后呢 最后就会怎么样 如果结果是好的 那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会开心 如果这个结果是不好的话 那我们就产生怎么样 产生苦了 所以这就叫做 业系苦尚 在里面来说 这个其实就等于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读过十二恩怨 我们人生一开始是什么 由无名 接着怎么样 原行 行完接着识 识明识 接着录入 畜受爱 取幼 接着最后怎么样 生老死 其实这个所谓十二恩怨 你配合下去 其实就是一样的 一开始的时候 无名 无名之后 就做业了 所以现在说这个 无名业相 就是无名原行 无名原行 到我们能见 这个无名原行 我们做了之后 就怎么样 开始有色 开始有一个色的存在下去 我们去认识 可以见到东西 开始见到东西 见到东西之后 我们开始见到这个境界 我们要靠什么 靠我们的精神 和靠我们的什么 物质的触觉 产生了明识 和六入 在十二恩怨里面 我们看到十二元气之后 我们都知道 无名原行 行完识 识完之后就是明识 明就是精神 明识的识就是什么 识就是物质 我们产生我们的六根 产生我们的精神面之后 接着我们就会产生 我们有六根之后 我们就会产生什么 接触 对外界 对这个境界 以这个境界为缘 就算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你都怎么样 开始会有一种感动 开始会有一种 所谓触觉而生 好了 有这种触觉 有这个触觉 开始你就会怎么样 有仇 这个相逐上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会对这个所谓触 所感觉的境界 但是会产生一种 喜欢的 就叫做可以仇 不喜欢的 就叫做不可以仇 那我们会产生种种的仇 去到就是相逐上 再来就是 接着我们到这种感觉 喜欢的 我们就执着 就是爱 如果不喜欢的 我们也会执取 所以去到无名 原行行完识 识完明识 接着促受 触受 接着就爱取了 这个爱取 就是在我们这个里面 叫做执取上 再来就是 依这个名字 起业 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个 取一个名字 最后 就会怎么样 再开始圆什么 开始有名字 我们会执着 所有东西都是实在的 实有 那我们就会怎么样 开始一有 做业 做业之后 就会得到苦果 所以 《十二恩怨》里面 其实就是说这个 整个人生 我们圆绕过人生就是这样 一念无名 由无名开始 接着由 你在妈妈的胎里面 一路出生 到你开始认识这个世界 到你开始对这个世界里面 分别好坏 之后 喜欢的就执取 不喜欢的就排斥 然后怎么样 你又会开始做很多业之后 做业之后 接着怎么样 就结成苦果 这是一个人生的历程 这里大家明白 好了 你说这个 是很有次序 很有次序 很有秩序 那为什么 我们将这个 所谓的三世六粗 称之为假呢 师父就是这样说 我们要记得 恩成假的意思是什么 恩成假是要靠一切的恩缘和合而有 我们要说 因为我们有无名 我们才会原行 原释明释足 如果没有无名 这个恩 我们会不会有造作 会不会 如果我们没有 明释录入 我们还会不会有 对这个世界有 可以 或者喜欢 或者不可以的感觉 会不会有 所以 原来我们所谓的人生 每一个阶段 原来都是刺帝相识的 都是靠之前的恩缘而成就的 所以有人说 12恩缘里面来说 到底 我要切断哪一个地方 十二恩缘无名缘行缘色 明释六日速受爱取悠 跟着生老死 对不对 要切断哪一个 切断哪一个 跟着我们的十二恩缘 才不可以怎么样 不可以继续这样流转 要切断哪一个 十二恩缘里面 阿美说的 当然学得佛法 很不错 这题 老师当日有问过 是 你只要切断一个 你只要切断了前面这个恩 我们这个所谓的生死流转 就怎么样 你就没有办法继续了 有些人会从仇里面去看 从仇里面去切入 咦 我去观察这个仇 是缘起的 对这个仇 我们知道它是没有实在的 它不是一个实在之后 因我们可能从这个仇 去看到 诸法无自性 诸法是假明有的 咦 你就一切了这个仇 你这个所谓的生死流转 就怎么样 就完的了 所以你在每一个地方里面 你只要将它 整个圈圈里面 只要切断一个地方的话 没有了前面的恩 这件事就怎么样 就没有办法继续 也没有办法成立的了 那我们因为说 每一件法 如果它靠其他恩缘而生 所以如果没有其他恩缘而有的话 那这件事我们都称为假 原来我们人生说这个所谓 三世六粗 我们所谓这个人 由一年无名乃至到我们 起业受苦果然之后 然后又再起业 我们叫做画业苦 又无名 这个画 产生怎么样 做业 然后受苦 做苦之后怎么样 我们又开始生烦恼 然后又开始又无名 这个就是我们人生里面 一个前后相续的 一个前面的恩 令到后面的恩成就 只要你切断了前面的恩 这个所谓后面的果 我们所谓的现在有 还成不成立? 就不成立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所谓的人生 原来也是这样而来 这样而来 是假的 那师傅又说 他说 因缘所生法 是假的 不实在 众生因为无名 才会受苦 这里说 他说 因缘和合 虚妄有生 因缘别离 虚妄明灭 这个所谓 我们看到的人生 其实是怎么样 由于镜花水月而已 那也是叫什么 因缘和合而有 那有没有实在? 有没有永恒不变? 其实也没有 看上去就好像真 其实是假的 但是 我们觉得它是真的? 我们觉得它是真的 所以师傅就说 凡夫不误此理 就是我们凡夫不明白 之前也没有学习 听了我们也不去用 也不去观察 在这个所谓的根 就是我们的六根 对着所谓外在的境界 然后如何? 虚妄造业 其实这些东西本身是假的 那我们造业之后 接着就会如何? 虚妄受苦 因为这些所谓的贪神痴 起了种种的枉念 枉念分飞 从无耻以来 一直生死苦害 无有出奇 所以师傅那句 我说得很对的 所有我们宇宙万有 其实都是什么 和我们一念心以后 和我们虚妄的心而来 但是当我们所谓这种思想分别 能够停止 能够去知道 了达诸法实上的话 其实我们就明白什么? 宇宙皆空 我常常都很敬佩 老和尚 他们可以作出一句 这么好的一个解纵 每一个老和尚 其实我翻阅 在翻译前面 很多的祖师大德 都有他们 怎么说 都有他们一个修行的心得 然后写一个解纵 但是我到现在都写不出 那就证明我不是老和尚 我的心得还要如何? 我还要慢慢去学习 慢慢去成熟 但是我们要知道 原来我们都是什么 虚妄造业 虚妄受苦 有一句说话 他说 梦里明明 有六趣 割后 空空无大千 当你醒了 当你不再妄想分别 所谓这个六趣 所谓这个六道轮回 所谓这个苦果 其实是什么? 都是一场梦 其实我们就会看到 这些都是假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 那我们就继续 陷入生死苦海 然后是什么? 无有出奇 嗯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说 人生我们是怎么来的 原来大家都知道 是无名而来的 因为无名 做业 一路由刚刚睡醒 到自己睡得很醒 起床 开始对所有的境界很执着 然后我们就 一路开始做业受苦 嗯 好了 除了在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的过程之外 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流转之外 我们有没有看看 比较现实一点的 我们 我们这一刻 我们自己现在这一刻的人生 你说的什么 就是无名原行行原色 那些都很深的 是吧 很深层次的东西 是吧 佛学班我都读过不少 是吧 就是看不到什么叫 无名原行行原色 名色录入竹受我 最有生老死 生和老死 你看到了吧 你的人生 你看到了 那这里就是说什么 他就是说 原来我们人生 这个所谓的上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从你入胎 我们说 咦 一个生命 怎么开始有生命的诞生 就是说 从我们的 以前我们人 不断地流转 从我们的色 已经进入胎里面 开始发展 这个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生命了 大家明白吗 这个道理 所以有些人常问我 喂 鸡蛋是否有数 是否有生命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入息 受精 就一定有 但是受精之后 那个息有没有进去 那我们知道吗 我们就不知道 所以我也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也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真的要留回去 我们的事后 但是我们看回我们自己的人生 看回我们的人生 原来我们从入胎那一刻 在妈妈那一刻 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就怎么样 正式开始了 但是我们一般人来说 不是 我们如果还没有学习 之前 我们就觉得我们出生了 例如 你几年几月几日出生 几分了 现在算了几秒 要算命 要全部的 那些时辰八字 原来不是的 原来 在你入胎 因为妈妈 付精无血 结合你的息 我们的息 进去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计算了 你就已经开始计算了 你的生命就等了 但是 从入胎那一刻 到到你的出生 这一刻 其实 都是假的 大家想不想到 怎样假的 有没有想到 怎样假的 不是啊 很真 妈妈在胎那里 我又蒙茶茶 我也不知道 可能 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自己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是不是很横皮 是不是很开心 应该不记得 但是你出生了 你知道了吧 出生了 由你弟弟 走到现在 我们在座的位置 应该有三十岁以上吧 我不知道 有没有说过 有些可能是二十多 哈哈 好了 你觉得 为什么会是假的 不是很真实 你觉得自己很真实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很真实 为什么会觉得是假的 我们看看师傅 他怎么说 他说 哪一个是你 由你出胎 到你自己整个人生 没有一个是你 为什么 因为他也是在变化 在一个变化的上 因为变化 所以我们称之为什么 又称之为假 如果他是一个自在 一个自我的法 他有一个特性是怎么样 是不变的 见不见我有提过 可能我上次 不知道有没有提到 但是之前我和大家 讲法学班的时候有 这个所谓的我 有几个特色 其中一个就是 不变的 是唯一的 那我们人会变的 人会变的 是不是 我们人会变的 而且是不停地变的 但是 师傅就说 他说 人不停地变 这种 就不能称为一个叫做我 因为既然是我 就不能变化 不可以变化 也不能破坏 我当然还有其他 就是说 他是一的 他不需要其他组合 我们人是否需要组合 我们人是靠什么组合 我们人是精神和物质组合 所以我们叫做五蕴身心 五蕴里面有精神有物质 但是我们现在 先说我们自己的人生 你们是很现实的 看到自己的人生 他不停地变化 为什么这种变化 我们都认为是真的呢 课经里面怎么说 这种是假的 原来从我们人生里面 每一刻 我们都是一路相续而有的 我们再看看这个图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图 知道是什么 寶寶 看到寶寶 在佛经里面来说 人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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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一个小孩 即是一个小孩 要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要经过多少周 才叫做正常出生 四十 对 我们叫做怀胎十月 一个月有四个星期 一个月有四个星期 我们就会一路过了十月围胎 就出生 在这个所谓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佛经里面说 胎内有五个位 当然这五个位里面 不是正确的 第一个位在第一个星期 第二个星期 第三个星期 就是这样的 他说的胎内五个位 有几个阶段 有五个阶段 包括是什么 凝滑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现在将这几个图 其实我写了四十个图 这也是在网上捉回来的 四十个周里面 一些比较像佛教所说的 他说 我现在写了第一个图 由我们的左上角 这个叫做右上角 由第三周里面 你会看到一个好像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好像一个波 好像一堆东西 我们在佛经里面说 凝滑就是说 我们由我们投胎 最初成为这一图 好像豆腐花 这个位置叫做凝滑 在佛经里面 你找得到的 叫做凝滑 去到第二个 第一个位 就是凝滑 第二个位 就是仓 这个仓 如果我在看那四十个星期里面 第四周 我们就会说 这个杯胎 第一个营华 里面来说 寿精卵 因为受了精之后 卵子和精之结合 寿精卵会不断如何 它会不断地分裂 分裂到很多 一直增加 增加到它稳定 到第四个星期 它的杯胎 就会如何 开始慢慢形成 这个我们看到 第二个箭嘴里面 叫做瘡 大家知不知道 像一粒瘡 这个就是胎内的第二个位 大概这个杯胎就是这样形成 到第三个阶段 胎内第三个位 叫做软肉 这个软肉 开始在佛经里面 就会生出血和肉 这个血肉 暂时看到 在第九周 这个所谓的胎胎 就会产生什么 有骨落 皮肤已经开始 很稳定 我们称为 这个软肉 再来 也会有生育脊 开始 软肉开始 不是育脊 是到育脊 大概到十四周的时候 小孩开始 开始 他的性别 他的性征 就会分别到 他是男子和女子 到最后 开始 肢脊 所有骨落都完成 这个到第十六周 就会完成 这个所谓胎内的五位 我们看看 由一开始 像豆腐花 然后变成一粒瘡 再开始变成一堆肉 开始有些 手手脚脚出来 再变成硬肉的阶段 又开始懂得分 他是男子和女子 到最后 他的所有骨落 神经 就已经开始 完备了 接着一段时间 到我们叫做 怀胎十月之后 哪个小孩就会诞生 所以这个 在佛经里面 就是胎内的五位 你们看看 这里所有 每一个阶段 是不是都在变化 是不是都在变化 好了 到了这个 你就更加明白了 之前的入胎 接着就是出胎 出胎就是我们现在 现前所经历的 会经历了五个阶段 就是什么 幼年 少年 壮年 中年 老年 我们出胎之后 人生的变化上 就更加明显了 我们看 原来 所谓这几个阶段 从幼年到中年 其实整个双 是否不断地变化 每一个阶段 不断地变化 我们的身体 有没有一直不断地变化 我们的身体 我们可能变化 年轻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很强壮 年轻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活跃 现在叫你跳起 周围跳 蹦蹦跳 我们小孩很厉害 到现在 怎样 不是很跳得起 我发觉自己 尤其是自己 开始的体重 开始 步入中年 开始跳 跳几下 都开始叫做什么 都开始 哎呀 好沉重 我们的身体机能 是否已经可以变化 我们的样貌 是否开始变化 那时候 我的黑头发 现在看到我光头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白头发 我告诉你 只要我一生长了 生长了 那些头发 我整个头都是白色的 整个头都是白头发 很多反光的 哇 你看这个样子 还这么年轻 原来你的头发可以出卖 你相信呢 我很勤势剃头的 勤势剃头 我觉得 我还是很年轻 但是 你不能变化 你的生命就是这样 你会一直在身体里面改变 就算我们不看外相 原来我们的细胞 因为我不是内行 我们的细胞 原来会不断地 新陳代謝 原来我们的细胞 会不断地 更新 更新 再更新 那种更新 会如何 不停地更新 所以 你会看到 我们的细胞 从我们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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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们现在 经历了 幼年少年 幼年 中年老年 从入胎的五维 到出胎的五维 其实 我们的细胞里面 不断地变化 但是 都是双组不断的 对吧 你没有想过 你当初是什么呢 就是那块豆腐花 然后就是那块瘡 然后就是那块瘡 好像生了 像一个杯胎 有一个形状 然后又说 开始分成男女 之后 骨骼 皮肤 出来 其实 由这一刻 由你那一刻 在胎里面 的豆腐花 变成你今时今日的样子 其实 是不是也是无常 但是 你也是从那阶段 一直一直一直 一直以来 这种在我们说 从前面的阶段 到后面的阶段 刚才我们说 山河大地就是 承住坏胸 原来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 每一个阶段 前法的消灭 后法就会生了 我们还在说 我们的身体 细胞还是撒那撒那生灭的 这种相续的 到你今时今日的阶段 师父就问 我们原来经历了 这么多阶段 请问 哪一个阶段 是你来的呢? 你觉得那一团豆腐花 还是不是你? 你又觉得 那一粒仓 是不是你? 或者你出生 到现在 从小朋友的时候 到自己少年 到藏年 到中年 或者我们再迟些 踏入老年 师父就问 哪一个是你? 其实哪一个是你? 我们只不过是 一个相续不断的 一个法 在继续向前走 其实根本就没有 一个所谓的自我 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在变化上 全部都是假上 他说有自我 这就不会变 如果你当初是那块豆腐花 它是有自我的 它是实在的 它不是因缘和合而有的 你现在也是那块豆腐花 你明白吗? 如果这一刻你是实在的话 你也不会经过 小孩子的阶段 你也不会经过 以后老人的阶段 过去未来的阶段 你也不会有 因为你现在就很实在 你现在也不会变 如果我们会经过 不断的阶段 前法到后法 一直念念地生起的话 这种所谓前后相续 我们又称为什么? 称为假 所以你去看看 原来我们的身体 到底是什么? 我们去想想 原来我们就是那块豆腐花 小孩子和现在我们 这一刻 步入中年 哪一个地方 是我 还告诉我们 还是刹那刹那生灭 我们到底是哪一个 才叫做真是你呢? 这种相续 不断地前法后念生 我们称为 双续假 这个相续假 刚才我们看照片 也觉得 也很感受到 我在这一段文 其实 对我来说 更感受得更多 这是因为师傅亲口跟我说的 师傅问 我们人 就要吃饭 譬如我们要吃 麻麦米面 我们可能要吃粥 吃麵 吃饭 吃菜 维持我们的生命 大家都要吃这些东西 好了 师傅说 我们吃这些粥面饭菜 入了你的肚子 然后会成为什么? 成为了我们的皮肉筋骨 我们需要喝水 有多少%是水分 70%是水分 那我们要靠什么? 靠喝水 成为我们的血液 成为了我们的剃脱龙血 成为了我们的眼泪 尿液 汗水 等等 这就是靠喝水 靠水分的补充而来 那我们生命 我们有温度 我们说 如果人有生命 他一定会如何? 有他的温度 这就是靠着 比如我们外面的温度 冷热等等 调节我们的温度 我们的生命才能有办法延续 我们又要靠什么? 靠空气 虽然现在疫情很严重 周围很多都是空气里面 或者我们的环境里面 都有病毒 但我们都要吸气 我们都要靠空气 令到我们身体里面 可以有空气 我们身体里面才可以运作 我们称这些叫做什么? 地水火风 那师傅那天就跟我说 那你认为 我们吃了这些饭菜 麻麦米面 成为你的皮肉筋骨 麻麦米面 这些饭菜 是不是你来的? 你喝的水 是不是你来的? 外面太阳的温度 是不是你来的? 空气的流转 是不是你来的? 那如果 麻麦米面 又不是你 你所喝的水 又不是你 外面的温度 冷暖又不是你 空气又不是你 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 那你又可以去思考一下 去追问一下自己 你所谓的你 很实在的你 其实原来 你又不是麻麦米面 又不是空气 又不是温度 又不是那杯水 那我们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妄心 我们的业力 所做出来的 所做出来的 那你就知道 原来我们所谓的生命 其实 靠种种的 因缘和合 好像我们这里所说的 透过每一个阶段 不断地变化 在我们的人 在我们的生命 就是假了 这个大家明白 好了 这里我们刚才说的 有比较 我们身体 叫做什么? 叫做有情 山河大地 叫做无情 有情对无情 叫做什么? 一个对比 有情是什么? 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有情吗? 我想问一下大家 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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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无情是什么? 无情是什么? 无思想 有情是有生理活动 有心理活动 我们称之为有情 对吗? 无情是什么? 它纯粹是物理性 我们会觉得有情是 我们有身体 我们有内在的感情 我们称为有情 外面的山河大地 花草树 它们有没有情色 它们没有情色 所以它单纯是物理 所以我们称为无情 有情和无情 我们是否这样可以相对 师傅说 如果没有所谓外面的无情 你这个有情是怎么成立的? 你所谓的有情 你这个观念是怎么成立的? 这又是一个如何? 有情和无情的一种比较 原来我们所谓的有情 所谓的有情 所谓的一种观念 要靠一个相对的无情 去告诉我们 这个叫做有情 但师傅说 你拿开无情 你就不会有情 那人说不是 我们有情色 就叫做有情 因为我们有事实根据 因为我们有感觉 我们觉得 因为有情色 有情绪 我们先叫做有情 所以他没有无情 也不要紧的 总之我们有情色 我们就叫他有情 但在佛经里 又说了一句说话 有情无情 有情无情 同源种子 有情无情同源种子 有情无情同源种子 那你就觉得很奇怪 明明我们佛的境界 就说有情无情 都是同一样东西 我们明明就注意到 有情和无情 是两样东西 为什么佛会看到的 是一样东西 是一体 我们看到的 是两样东西 难道我们比佛更好吗 你们有没有想过一样东西 为什么佛会看到 有情无情 是一样东西 我们看的有情无情 有情和无情 是两样东西 佛的境界会看到 但是我们 看不到的 我们将它分开了 我们将它分开了 有情无情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又不是佛的境界 我们怎么去看呢 其实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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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名字 叫做 众生 我们是否叫做 有情众生 众生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众生的意思是 众原和合而生的意思 既然是众原和合而生的 请问你 除了有情之外 你们所觉得的无情 他是不是都是众原和合而生的 所以他们的本质 有情和无情 本身 其实就是 它本质也是一样的 都是因缘和合 都是假有的 佛看到的 不是将你们分别 你叫做有情 他叫做无情 佛看到的 他是直接一看 但是宇宙万有 所谓的有情无情 其实都是缘起 其实都是因缘和合而生 根本没有一个实质的有情 更加没有一个实质的无情 这个叫做有情无情 全部都是什么 我们自己的概念 去相对 如果让我说一个字 形容叫什么 自作聪明 我们看不到真实面 我们又看不到这个世间的假有 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只有真有 我们看到这个世间里面 所有的事情都是很实在的 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执着它是实有 我们就好像 我们就是学不到佛一样 我们看不到 这个世界是圆生圆灭 只要你看不到 我们就叫做迷 只要你看到 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就觉得 所以在佛的境界里面 为什么他能够看到 这种所谓有情无情 都是一体呢 原来 就是因为他不会再用 这个所谓的分别心去看 他能看到你的本性 根本就没有一个实法的有情 没有一个实法的无情而生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概念来看的 那师傅 你说有情无情 其实他有一个挺好的答案 他说有情无情 如何去分别呢 他说原来我们人生 现在的一口气存在 身体就叫做有情 那好吧 你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会变成什么 就会变成无情 就会变成无情 现在再问你了 当你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你叫做有情还是无情 这个概念 哦 是的 我们这个所谓的身体 我们就懒了 我们叫做有情 那些具无情式的叫做无情 到你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你还是不是叫做有情 你的身体就叫做什么 叫做无情 那你还有没有所谓的 我是有情 我是一个实质的有情 这些全部是什么呢 全部都是思想作怪 全部都是思想来的 根本就没有这个所谓 有情和无情的差别 实际上 两者都是什么呢 一体的 两者都是什么呢 都是缘起 都是圣空的 当然了 这些所谓的概念 人的概念 和佛陀的概念 这就是它的不同之处 那我们又可以这样去观察一下 那些所谓的身体 原来就是这么假的 我们去了解到 原来所谓有情无情 所谓相对来说 都没有建立到一个有情 何来有无情 根本就没有无情 何来有情 在身体的对象 我们就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除了我们说我们的身体 还有我们的生命 人生的生命之外 我们刚才所谓的 还有一个对象 智姐但思惟可以观察的 就是我们的一念心 一念心里面 也有三种假的 一念心的三种假 怎么说呢 原来我们的心里面 也有一种认识过程 在佛教里面来说 其实这个就是 如果是从遗识里面来说 我们说我们人 除了眼耳鼻舌身意识之外 还有什么识 眼耳鼻舌身意识 我们有说六识 原来还有一个什么识 还有七识的抹拿耶识 七识的抹拿耶识 然后还有一个再深层次的 什么呢 抹拿耶识 对 原来我们有八识 这个八识里面 对心里面的所谓的 一个认识里面来说 他这种关系 原来也是存在什么呢 也是存在一个假想 那怎么假呢 我们又可以探讨一下 这一部分里面来说 二根对法尘 生起一切法 即是因成假 好了 我想问一下大家 我们的心里面 对宇宙万物的认识 要靠一个心 对不对 这里灵言经 也有一个解重的 由心生故 然后种种发生 由法生故 然后种种的心生 我们对法的一种生起 对话 我们对法的一种形式 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我们对所有的形式 我们叫做宇宙万有 这句所谓宇宙万有 其实师傅说 是因为妄色所缘的 宇宙万有的出现 都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有虚妄的心 因为你有不明白 对真实不知道 所以生起一个形式 所有的分别 刚才我们说的 无名业相 一念无名之后 一动之后 你就开始有能见所见 然后有不爱 然后就产生种种的问题 全部都靠什么 一念心而来 所以一切法 其实都是什么 从我们的心而有 在《圆角经》里面 又提到 这个所谓的心 它会令到我们 什么呢 我们会执着 这个所谓的四大 我们都知道 我们人们 由地水火风而来 地水火风 四组物质 构成我们 这个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 新的相 我们新的相 都是由地水火风 地水火风 一不平衡 那是怎样的 我们的身体健康 就会出问题 如果我们 火大 那会怎样的 火不平衡 又怎样的 就会发烧 如果我们 地大多了 那又怎样的 生骨刺 可能会生骨刺 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会 因为我们有一个妄心 我们就会执着 这个四大 认为这个所谓的 四大 都是我们的身体 但是 它都要靠什么 它都要靠 我们对于 所谓的境界 执取 执取这个实在 然后 认为这种 的事情 是真的 认为所谓的 这个四大 这个周遭的环境 都是我们的心 去执取 然后又有 但是如果在 这个地方里面来说 就不讲 外面外景 一定有 原来 在讲 心念来说 我们对 外面所谓的 认识 或者我们现在所见到的 外面的境界 原来 通通都是没有的 通通都是什么呢 通通都是靠 我们内 里面 我们心里面的 意识 去产生出来的 大家有没有听过 一个 一个 一句说话叫做 在遗色 叫做 无景 里面的外景 其实 是没有一个真实的 我们现在所感到的 所谓的内外 其实 就是靠我们的 深色 所辨现的 连这个所谓的 深色的辨现 就是说 其实 原来你外面所见到的 现在你所感到的 其实全部 外面是没有一个 境的 全部是你的脑子 放给你看的 那你说是假不假 就是说 没有你们所谓的人 外面的境界 现在我所感到的 全部都是来里面的 一念心 你看到的 都是一个虚妄的境界 大家有没有明白 我所明白 原来你里面 有一部投影机 一直放给你 这里有一个静会 这个境界 其实 你所认识的 没有外面的 这个境界 你所见到的 全部 通通都是你这个 白色里面 所产生出来的 所产生出来 我们开始一步步去看看 我们先说 我们先说 我们前六色 我们先不要说 到第七色 第八色 先 我们说 我们知道 大家有听过 我们有眼耳鼻舌身耳 这个绿根 是不是 我们绿根里面 如果要产生绿色 你产生六种的形式 一定要怎么样 透过颜色的声音 颜色的形式 声音 香臭 味道 粗细 冷热 湿滑 或者我们耳根 追随我们过去 所认知的一种 记忆 对应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耳根 然后会产生什么 产生六种的形式 其实我们来心里面 来看到 所谓接触到的 六种的形式 完完全全 都是靠我们的心里面 去看的 都是我们的心里面 去看到 这种的境界 好了 我们会看到 咦 我们分开前五种式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前五式 前五式 里面来说 它是接触什么 刚才我们说对应什么 眼耳鼻舌身耳根 眼耳鼻舌身耳根 会认识到色声香味足 这些所谓的 我们叫做 境界 好了 这个所谓的 眼耳鼻舌身 这个五根 它要靠 一样东西去做主导 它才有办法运作的 我们来看看 第六意识 要靠第六意识 我们的第六意识 去混用 去操控前面的前五式 眼耳鼻舌身色 然后我们才能认识到这个世界 好了 所谓的这五个式 就需要靠第六意识 去令到它们去做认识 我刚才也说 我们其实除了前五式 和第六的意识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 门拿式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阿拉耶式 我们总称叫做什么 白式 白式 原来我们的心里面 有八样东西 去令到我们 在我们的心里面 产生 这种种境界 我们先不看外面的境界 是否实际有 但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 我们所产生的认识 全部要靠过这八个 这八个 我们姑且称为兄弟 这八个兄弟里面 轻风作浪 他才可以对这个 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周遭去认识 有一句诗 就是以前的大德 去说的 他说八个兄弟 一个胎 那这八个兄弟是谁 就是说 由 抹阿拉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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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是邻利 谁是邻利 谁是邻利 他说 第七色 就是邻利 第八色 就是邻利 原来 刚才我所说的 前面的五个色 要靠什么 靠一个叫二色 去作分别 这个二色 要做到一个主控 令到前五色作分别 如果没有了 第六色的话 前五色是不会分别的 但是 那这个第六色 是否我们认为一切因呢 不是 第六色又要靠什么 又要靠第七色去运作 这个第七色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一个邻利 那个邻利 就是很厉害 我们八个兄弟 最厉害就是他 为什么叫他最厉害呢 这个所谓的第七色 他最厉害 他会懂得操控着第六色 他会操控着第六色 令到第六色 懂得控制前五色 去认识这个所谓的境界 所以呢 这个第七色 其实就是 第六色的工作的因 但是这个第七色 他很麻烦 这个第七色很麻烦 他又怎么样呢 他会 执着 什么呢 执着这个第八色 作为一个我 我们首先说的 这个前面五色 要靠第六色 才有办法运作 我们靠前五色 靠二色运作 意识 要靠末拿耶识 运作 末拿耶识 他本身的生存是怎么样呢 他要靠阿拿耶识 执着阿拿耶识 是我 他就变成一个大哥 他就变成一个大哥 然后怎么样 去操纵前面的意识 然后意识 又去操纵的五色 使我们接触到色色香味足 然后产生一个 我们认识的心理对象 那我说 为什么会说 第七色是灵利 第八色呢 这叫做呆呢 因为第八色 原来 在维色学里面 这个第八色 其实 他不太懂得做事 他像一个什么呢 像一个仓库 像一个仓库 他会将过去生 所有的业力 都会存在 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第八色里面 那由这个第八色里面 开始就怎么样 产生了 这个所谓的第七色 第六色 乃至前五色 认为有一个所谓的我存在 那这个阿拿耶识呢 其实他也不懂得分别任何东西 他只是一个保存 但是因为他的保存之后 他产生了第七色 然后呢 令到这个世界开始怎么样 开始延起 所以我们说 我们每个人的投生 其实就是由 第八的阿拿耶识 一直去投生 那我们初初就以为 哦 前面五个 五个 这个什么呢 五个的色 以为他是一个主导 认识我们这个世界 原来不是 他要靠第六色 去认识这个第五色 认识这个前五色 认识这个 控制这个五色 前五色 去认识这个境界 但是第六色 他也不是最好 原来要靠这个什么 第七色 去控制这个第六色 才能够成功 但是原来 再说第七色 原来他也是靠什么 他也是靠 扯住第八色 才能够生起 我们所谓的 心理的运作 这边说 如果我们这个阿拉耶色 所有一切的叶的种子 都会藏在阿拉耶色 因为这个叶的种子 然后形成我们所感觉到的 一个身心世界 所以 聚呼和守 就在这个阿拉耶色 我们一直去看 我们就看 原来五根 八色 就是说眼耳鼻舌身 和抹拿和阿拉耶色 五根 我们说眼耳鼻舌身 以根 对色色香味 触产生形式 对于五层形式 但是 这个所谓的前五色 就要靠第六二色 去令到前五色去运作 这个第六色 这个第六色 又要靠第七色 第七色又要靠第八色 所以 全部都是一层靠一层 就好像一间公司 一个就是大老板 然后控制下面 有经理 有主管 有下属 一直控制 但是 所有的事情 一直搞来 都是这个所谓的第八色 里面所潜藏的 过去生 我们所做的种子 产生我们今生里面 所感知到 现有的这个世界 那你就看看 原来 关系也是怎么样 都是一层一层的 因为有前面的因 然后就怎么样 然后就有后面的果 那我们整间公司 原来就这样来 好了 你又问 阿拿耶识有哪里来的呢 那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阿拿耶识 我们在 比较后期 我们又有一个 叫做什么 叫做第九色 叫做清淨色 原来 这个阿拿耶识 就是第九色 所变现出来的 这个第九色 师傅怎么说呢 这个第九色 其实 这个第九色 是哪里来的呢 这个第九色 其实就是清淨色 是我们的佛星 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所说的 我们在说的 在三世六出的时候 我们的心本来是如如不动的 但是当我们一念不觉 一念无明 一念心妄动的时候 接着你就会产生 种种的 能见所见 一念不懂的 一念不懂的 是吧 这个第八色 其实就是由我们所谓的清淨的 这个第九色 而来的 因为这个清淨色 一念的妄动 一念的心里面的妄动 就会产生了我们所谓 跟着下来的 第七色 第六色 跟着前五色 接着呢 做完之后呢 这个第七色更好 前五色 接触了所有的境界 在第六色 跟着呢 就做一个很坏的分判 喜欢的 不喜欢的 然后呢 传到第七色 第七色 又将这种不喜欢 喜欢的境界 又将它怎么样 回到第八色 那叫做什么呢 没完没了 本来呢 有很多的情况就是说 你所有的事情 发生了 那我们如果不再去分别 不再去心里面 再去妄动的话 那些事情就是这样 就完了 但我们不是 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 我们还要怎么样 我们还要继续 继续延伸下去 将这些所谓的好坏分别 回到第八色 第八色又将它怎么样 又去藏 全部藏进去 它自己的货仓 在仓库里面 在仓库里面 我们每一生的头身 不断不断怎么样 不断又来又往 我们就不断这样轮回 但是最根源的一样东西 就是原来都是 在我们的所谓的第九色 因为它一念的无名 一念的心里的妄动 然后呢 就产生了这些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内心的认识 所以我们所谓的眼耳鼻舌身耳 色声香味触法等等 这些所发生在我们心里的认识 全部都是一层一层而来的 最后的第八色 都是从第九色的 这个所谓的清淨色而来 其实这些因全部都是靠什么呢 都是一个因缘和合而产生的 如果没有第九色的一念的妄动 就不会产生一个所谓的 第八阿拿耶色 第八阿拿耶色 又不会因此之后 很多种子里面 产生了第七色 产生了前六色 产生了前五色 产生了绿色 产生了前五色 产生了前五色 等等的境界 全部都是一个因缘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说这个所谓的五音 十二处 十八界 通通其实都是什么呢 都是我们那一念心 都是那一念心而形成的 这种所谓因缘和合而生的情况 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称之为一个叫假 就是叫做因成假 正为因成假 我们看到其实真是麻烦 如果我们这样的人 真是想不流转也挺难的 对吧 第八色本来从过去 带来已经做了很多业 然后来到这个托胎 看到腐症没有血 然后我们托胎 把阿拿耶色 进入这个所谓的豆腐花里面 然后又产生了一大堆东西 然后产生了一大堆东西之后 然后我们又再做业 然后又回到自己的仓库里面 然后又下一生了 那是否怎样 真是叫做没完没了 但是这些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 因缘和合而生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的因缘和合 这种的缘生缘灭 我们还认为这个世界是实有的 这个世界不是实有的 这个世界只不过是我们的一念心 原来全部都是那个所谓的 叫做阿拿耶色产生出来的 那哪里可能真的有一个叫做实有的法 连阿拿耶色本身也是由第九色产生的 那哪里还有一个真呢 对不对 那我们就称为这一种叫做假 那这个所谓的 第二个就是相续假 就是说由前念后念的生 这个呢 这个我们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瀑布 这个瀑布 瀑布你们会想起 和我们自己的心念有什么关系 瀑布和你的心念有什么关系 原来呢 我们的心念是前念后念这样延续下去 相续下去 前念成为后念的因 前念一灭的时候 怎样呢 后念就生了 原来呢 他们就说 我们一念里面 原来有六十个刹那 在失恋心里面 但每一个刹那里面 就已经有九百个生灭 相续不停去产生 所以我们每一个心念 其实都不实在 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实在呢 大家就看看这个瀑布 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个所谓刹那刹那的 六十一念里面 六十的刹那 一个刹那里面 有九百个生灭 这么多次的生灭 相续不停 但是为什么我还认为 我们是一个实在的本体 我们实在是有这一念心 大家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瀑布 你们可以看到有什么 这个瀑布 你们可以看到有什么 这个瀑布 水流了就没有了 但你看到它 不停的还存在 所以你是不是看到 一个很实在的 有一个瀑布 在这里流 瀑布里面 所有的水 从最顶 到中间 到后面 是不是都是同一滴水 来的 你看着那瀑布里面 就是很像 就像一块 一块 一个成一幅 真是很实在的 一个 很实在的 一个瀑布 我们的人生 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 虽然它说 刹那刹那刹那生灭 但是它又 前后 不断地双死 不断地双续下去 你就会看到 哇 原来我们看到的 很像 它好像根本没有 但是原来前念 和后念 已经不同了 前念里面 已经有六十个刹那 刹那里面 又有九八个刹那生灭 看下去就好像 是一个本体 好像有一幅瀑布 好像有一个人生 其实原来我们 都是刹那刹那生灭 这种前念后念生 这种所谓的一个因果相待 而存在的这个瀑布 乃至这个人生 我们就称之为 什么呢 双续架 人生原来也是这样的 所以刚才我们说 很粗分 看那块豆腐花 豆腐花我们会成长的 豆腐花 本来我就是豆腐花 豆腐花之后 我就有一个 好像一粒小瘡 到我们人生 其实 也不是同一样 不过大家 现在相似 相续地延续下去 我们认为 就是一个实在我 而念心 也是这样 相续下去 哪里有一个 真正的 实在的 一念心 在这里 这个就是 所谓的一念心 这个所谓的 念念 前念灭 后念生 次第不断 这种 我们称为 一念心的 相续假 我们看看 原来念心 都是假的 原来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 山河大地 我们看到的 全部都是 这个所谓的 意识所变 都是我们的 第八色 所变现的 由第八色 本来是一个 清淨的 清淨的色 然后又一念 又无名 你去追下去 哪一个有一个 真正的一个 所谓的自己 山河大地 根本就没有一个 真正 外面的环境 没有一个真正 内在的内心 也没有一个 所谓的真正 那我们称之为 什么 都是假的 所以你看看 这些全部 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晰 另外 所谓的一念心 就是对一个 叫做 角知 和非角知 草木 雅石 全是没有知觉的 但我们的心 相对我们的心 有没有知觉 我们有知觉 当然 我不是说这只猫 等于我们 这只猫 有没有知觉 这只猫 有心 但外面的草木 树木等等 它是没有知觉 好了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 有知觉 和没有知觉的对立 但是 所谓的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 所谓的 各知 有觉知 没有觉知 其实通通都是什么 都是心所辨现的 都是心所辨现的 产生这个所谓的 有知 无知 对于这个所谓的知 和我们所谓的见 有一句 在《灵严经》里面 有一句 很好的解诵 很好的句子 他说 妄见有见 有所不见 真见无见 无所不见 妄知有知 有所不知 真知无知 无所不知 大家听完这句经文 你们有没有什么体会 他说什么叫做 妄见有见 我们经常都说 我们现在都是假的 都是一念妄心 而产生出来的 但是我们见不见到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又见到又知 所以我们所谓见到 这种虚妄的分别 所以他见到的东西是否真 见到的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真的东西 我们见到 真的东西 我们就见不到 所以在用妄见的心里 我们看到的假东西 但看不到什么 看不到真东西 什么叫假 什么真 假东西我们当真 所谓我们叫 有见就有所 有见 有见 但是有所不见 但是我们本身的真心 我们的真见是什么 看不到 无见 无所不见 什么叫真见 无见 我们的真见 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佛性 还会像虚妄心 有一个虚妄分别 所以他看不到 我们所谓的相对立 看不到我们的对待 没有一个所谓的对待存在 在佛经教里面 一切都是跟我们的真心而来 我们的真心去看到的东西 所有东西都是平等的 诸法实际上都是平等的 而我们的妄心所看到的东西 全部都是对立的 所以真心所看到的东西 他没有我们凡夫 没有我们妄心地看的东西 里面所说 他所看不到的就是那种所谓的假 所谓我们凡夫看到 以为真的那种虚妄 但是他所见的什么呢 诸法实上 一切法都是平等 无有高下 所以诸法平等 无有高下就是这样的意思 他看到的 就是所有的本性 所有的性质 都是怎样 都是真 这种真 就是缘起 性空 无自性 这种是真 所以没有所谓的有情 没有所谓的无情 没有所谓的人生 没有所谓的山河大地 因为对佛陀来说 缘起就性空 都是平等性的 所以他见不到的就是 我们所见到的假 以为真的 都见不到 见到的就是诸法实上的平等性 所以他说 真见无见 无所谓的 佛陀佛陀 对佛陀来说 对一个圣人来说 他知道 真知真见 和一个对立 妄知妄见 就是我们 我们用妄心来看 妄知妄见才有对立 所以佛陀看到 此有故鄙 此无故鄙 此无故鄙 此所谓的 此有故鄙 此无故鄙 所谓的实有 实法有 不是所谓的缘起的问题 你认为这件事有 他就是有 这件事没有 就是实没有 这就是我们凡夫 所谓的一种 对立的一种之见 有这件事 才有那件事 没有这件事 就没有其他事 这就称之为 称之为相代的假 最后 我们刚才说了 将我们世界的环境 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自己的身心 我们生命的流转过程 乃至到一念心里面 透过这个 因成假 双逐假 和相代假 去了解 原来我们这个世界 怎样假的 我想大家在今次 听这一堂课 应该会有一个 对于佛教所说的 一个概念 大家应该如何 都会有一个认识 最后我也是引起 师父有一段文去说 佛教所谓 皆空者 是空其虚空 并非空其真心 因为天下万物 全是四大架合所造成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如果要追求实体 真正追求一个实在的法 毕竟是什么 空无所有 所以说 它是空的 是网的 但是师父说 相反我们要追求的 不是什么 不是这些所谓 虚妄外面的境界 而是什么 要回到我们自己的 知觉性 回到我们本来的真心 我们本来的佛性 如何 它是不会空的 我们本来的佛性 是不空的 这个佛性如何 是长存的 所以我们刚才也说 我们本来的心 本来是不动的 但是因为一念的无名 所以产生了万千世界 用虚妄心去看 我们虚妄受业 就是虚妄受暴律 凡夫只认心外之假上 不认心内之真我 谜己为物 认物为己 觉得外面的东西 都是很真 所以我们有个假的东西 也认为很真 所以我们随着万物而生 随着万物而死 如果我们将它回到自己的本心 去回光返照 去认识所谓的真我 不迷于假想 自然能够获得尚注真心 永远可以不受生死轮回 得大解脱 在这里师傅说的说法 其实师傅他的理念 其实他不是属于 就像龙树中观那些说的空中 其实师傅是说的 我们本来自性有一个清静的 本来自性有一个清静的佛性 但如果我们回来 去看我们自己的佛性 我们才知道 看到我们的真心 才知道外面的亡心 才会认识到亡心 回来自己的真心 看到自己的真与心 我们才知道 所有世间万事万物 其实如何 都是平等无有高下 没有所谓的执着分别心 但是当然 这个说法 也是师傅在文章里 给了我一种感受 我其实没有直接去问过师傅 所以我就有一种这样的理解 未必对 但是在我们说的四句三假里 师傅所说的概念 其实就是 不是说所谓的空有等等 他所说的概念就是 我们所有所见到的万事万物 其实都是我们 都是我们的亡思想而有的 你不需要看师傅本身 他是一个什么学佛的观念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这所谓的念心是虚妄的 那我们就知道 咦?我们就有办法 从这个虚妄去看看 他怎样假 然后去找到一个真实 不管你的佛性 是不是本有的 或者你是后面 因缘所生而有的 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我们都未是佛 我们都未正知 你说那么多 什么空中 有中 这个是世俗言语相对 师傅要带出一个讯息 就是 全部都是你的思想作怪 只要你的妄心一停 你才能看到什么 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 这几堂就是 我在师傅这一篇 《四句三角》里面的文章 所自己有的体五 我好像超时了很多 超时了十五分钟 没有人提我 我只顾着体中 你刚刚出的这个问题 我给我看一下 我们还能不能这么长时间 因为等一下我 我有邀请会长 另外会长不想出镜 请法师见两 我需要给你一个咪 我帮你说 哈哈哈 法师你好 空与无 真的是对立吗 色即是空 空即是识 色不以空 空不以识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 空和无 真是否真的对立 是否真的有对立 在圣仪来说没有对立 在圣仪来说没有对立 所以才叫做色即是空 空即是识 所以我们听了这么多 对立是谁对立的 是我们凡夫的妄心去对立的 所谓有 所谓无 所谓真 所谓假 全部 全部都是我们凡夫妄心的对立 去到佛的境界 这些对立 通通不成立 佛只是看到什么 圆起成空 但是千万不要对这个假 对这个假 觉得是没用 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间 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间 去找到真理 我们要从这个世间 要去实事求是 要去实事求是 才能从这个假去发现真理 所以它是有用的 它是有作用的 所谓假的作用 所谓世俗的假 其实对我们修行是很大的作用 但是这些所谓的假 所谓的修行 你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经过 去对万事万物的观察 这种智慧才能够伸出来 但是 我们仍然要怎么样 要脚踏实地 依着佛陀所说的戒律 就是佛陀所说的规矩 去规范我们自己的行为 再去了解佛法 实行佛法 你才怎么样 循着一步一步的步骤 你才怎么样 最后才可以了达佛性 了达我们自己的真心 所以千万不要说 读完之后 好告无缘 不用收了 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空的 我找回自己的真心就可以了 你找得到才行 找得到 你今天就不用在这儿听 你今天就不用在这儿流转生死 我们要靠什么 要靠修行 将我们自己的烦恼 如何 虽然它是假 但是我们怎么样 我们都磨它 我们都怎么样 将我们的烦恼一路一路 去消磨它 到我们的心清明 到我们的心 能够生起觉知 我们才可以看到 从这个假 去回到我们自己的真心里面 这个就是今次 我们这个课堂里面 所说的一个内容 我知道其实我还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有很多的法议 我不是属于说得很清楚 因为今次里面来说 太多的法议 我也都没有这样的口才 或者能力 可以很清晰地说 但是我大致上说 可以起码大家 我看到大家有点头 压头就明白了 我就不会说你不明白 就应该不会 都不会说是零头 我意思是说 你们都只是真的明白 如果不明白 你们都会有一个迷茫 有时候好像上次 听到大家的样子 都很迷茫 我就会觉得 可能我说的地方 有不知识 但是有什么 我说得不对的地方 我都会继续努力去完善它 但是这次的讲课 其实都是因为师父上人 我很希望就是用回 一篇师父的文章 也是我第一次接触 听师父的法议 作为一个我想说的内容 作为我自私悟念师父的心愿 也是因为这个内容很好 会带给大家 有一个对法议上的利益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内容 去和大家做分享 希望大家受用 这里最后一个总结 就是成篇文章 最后一个总结 他说 师父我学习几十年 总括来说 学到四个字 就是什么 思想作怪 就是思想 通通都是思想作怪 思想不作怪 宇宙万有如何 通通都是没有的 什么都是没有 宇宙万有从思想生 思想停止 什么都没有 记住我说了很多次 不是说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 这个世界所谓有 是假的有 是假的存在 既然是假有 他本身的性质是什么 性质本身就是必敬空 师父是从这个角度去说的 再说 他说这次所讲的题目 理论比较高深 所以不容易明白 不管你听得懂 听不懂也好 我都给你们解释一下 讲解一下 给你们种下善根 听一次不明白 听第二次就可以明白 听两次不明白 就听第三次 逐渐转生成熟 将不熟的慢慢去 再听几次就慢慢熟 正如当日我真的 真的不知道师父是这样的 我一直以为 到十多年之后 我很勉强地 将师父这篇文章 作一个介绍 希望将大家听到之后 佛法的思想慢慢成熟 再听几次就明白了 这就是我对师父的内容总结 以下就是一个对师父上人的赞颂 大家不知道看到这字 我们以师父这个赞颂 其实这个赞颂 就是一个我自己有份参与 我认为一个很正直心的居士 对师父一个很尊敬的居士 一起想到这句计仲 这句计仲 其实这个赞颂 就是跟奴香赞的拍子一样 但我今天不会唱奴香赞 但希望大家一起跟我认读这个赞颂 多谢师父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在学法上成长 帮助我们的人生 慢慢得到解脱的恩怨 我们一起念 唱功导师 悲心愿广 慈愿力大悲难量 心感唱功恩 知数蒙心 同世五无生 南无道仁师菩萨摩科萨 摩科波耶波罗蜜 感谢大家 希望将师父的佛法宗旨 分享给佛法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种一个种子 令到大家 希望大家 早日 远离自己的妄心 找回自己的真心 不用再在六道论会 继续受苦 也都自己有办法去帮助其他众生 和自己一样有解脱的恩怨 最后大家都共同利苦得乐 我今天说到这里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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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